这个答案我们来看多项式 它的深咪咪排列 那在一个多项式里面 如果我们按照某一个字圆 譬如说呢 按照X的次数 或者说按照Y的这个次数 如果我们把它由低至高的排列的话 我们就称为呢 按照这个字圆 也就是按照X的深咪排列 或者是呢 如果你次数由高到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所谓的降咪排列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现在假设说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多项式 它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用深咪排列的话 因为现在字圆只有一个X 所以我们就从X里面呢 由低至高 深咪排列是由低至高 那常数向在这里4 所以你如果是深咪排列的话呢 那么它排起来呢 就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4 再过来呢 1次向在这里 就是3S 然后2次向 就是-X平方 再过来3次向 -2S的3次 再过来4次向 -6S的4次 再过来这个最高次 就5次向 这个3S的5次方 那这个就是深咪排列 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 降咪排列的话呢 就是把深咪整个颠倒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降咪排列就是3S的5次 然后减掉这个6X的4次 再减掉这个2X的3次 再减掉这个X平方 然后再加上这个3X 最后再加上这个常数向 是正式 好那这个就是深咪排列 降咪排列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一个呢 两个字元的 也就是X跟Y 两个字元的这种多项式 那题目呢 叫我们说1X的这个 降咪 1X这个降咪下去排 1X的降咪下去排 那么我们就要先下去找呢 这个X里面呢 它最高次 是3次 再过来是2次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降咪排列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 这个X的3次Y的平方 再加上呢 2次是X平方的Y3次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X的1次 这个X的1次呢 这里有一个1次 这里也有一个1次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呢 放在一起 然后再过来这里呢 是X的0次 但是通常这样子写的话呢 因为Y呢 它是平方在3次方 那我们这个X呢 是用降咪 所以通常呢 在这边 在写的时候呢 我们就再把它呢 稍微调整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按照X的降咪的话呢 我们就把Y呢 看作是它的系数 把Y系数写在这个字元的前面 变成Y平方加X的3次 再加Y3次X的平方 那这样子的话 X就从3次2次降下来 那降到1次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1次4 它的X提出来 所以它剩下它的系数 是3Y减4 那这是X 那最后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常数项 变成3Y加1 所以呢 这样子写呢 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它是X的3次 X的2次 X的1次 然后再过来这边 就变X的0次 这个是1X的降咪